各位觀眾給你們看一下我現在身後超級漂亮的景 今年夏天的一週穿搭 第一天就從花蓮開始 雖然現在這邊的景色很美 但沒有時間停留太久 因為其實今天睡晚了 現在只是簡單的休息一下 要先前往今天要住個民宿 抵達這一次住的民宿了 那我們這一次住的這一間民宿叫做回英谷 它的地理位置我覺得很特別 雖然沒有在山上 可是旁邊呢就是森林 所以其實現在仔細聽的話 是可以聽到蟲鳴鳥叫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次住的房間 一進門旁邊有一個小bar 左手邊這邊就是雙人床 再來雙人床面對這邊是一個超級大的陽台 再來呢我覺得最棒的就是這個corner 這邊呢是一個像河室一樣的地方 這個空間我真的覺得超級讚的 因為往上面看它是直接可以看到天空的那一種 那這一次會來住這一間回英谷呢 是因為以前來花蓮玩通常都會想要住 靠海邊的民宿 不過這一次規劃時間稍微短了一點 海邊的民宿都訂不到了 然後這間回英谷是我們SYS的夥伴 他有來住過推薦給我們的 那既然是一週穿搭水春天黑之前 來跟你們分享下今天的搭配 首先就是我今天穿的這件T恤 它是來自蛋寶任性的人 因為跟大家說我是蛋寶的超級粉絲 這樣今天一路上都播著他的歌 然後穿著他的T恤 就很有度假的感覺 而上面的文字圖案寫著無限的下 我覺得非常適合拿來當作 這一集夏季週穿搭的開場 那再來因為這一件T恤 它的版型是比較fit一點的 所以如果只單穿T恤的話 上身可能會看起來有一點點單薄 就在外面又造了一件短襯衫 而這件短襯衫是我已經忘記 不知道幾年前的Mujerabo 夏季的單品了 它的材質也是偏機能性一點的 很適合在夏天的時候穿 再來是下身的部分 如果有看上一集短褲分享的話 可能會覺得這件短褲看起來 有一點點眼熟 因為這件跟我上一集分享的那件 來自Dewa Peer 39的橘色短褲 是同一款 而這件它是亞麻原色的 也是一個我很喜歡在夏天拿來搭配的顏色 視覺上看起來是比較偏清爽舒服的 再來是鞋子的部分 在戰利品那集也有分享過 是MASS跟SOPNEI聯名的一雙Authentic 整雙都是很有質感的鐵灰色 啊還有一個東西你們可能會想問 我拿給你們看 那就是我這一次帶的旅行袋 那這個旅行袋它是來自Helenos的 在上個月看到了Helenos他們出了這顆旅行袋 它的大小設計形狀都超級符合我的需求的 然後這一次呢 也是第一次把它帶出來 實際上好不好用 之後再跟你們分享 對了 再跟大家說一個 會選這邊還有重要的原因就是 這邊是可以叫我到外送的 意思也就是說完全不用出門 就可以在那邊一直耍廢 那既然來到花蓮 一定有點的就是便食 剛吃完晚餐肚子還有點餓 然後收了一下Google來到這一間搖滾麵 超級香的 裡面就有他們的滷肉 蛋 小黃瓜 還有蘿蔔 就是很簡單的配菜 配上他們的醬汁整體搭起來 超級好吃 蓋瓜一句的話就是有一種回家了的味道 給大家看一下這一盤鮮殼 超大一盤的 而且才一百塊 這個是醬烤懶人蝦 然後這個是天使紅蝦 兩個大小 差超級多的 不過這個醬烤懶人蝦很酷 是它把皮烤的比較焦脆一點 所以是可以不用多殼直接吃的 六塊 然後要不利 兩百塊 用其他碼 解釋 接著 大小 早安 Day 2 刚刚提早Tray Galt 而且Tray Galt的时候跟老板稍微聊了一下 因为他们是结合了自然跟建筑融合的一个民宿 跟大自然的距离是很近的 有点被山环绕的感觉 还蛮推荐如果是住城市 然后想要放松放空就很适合来这边 那现在在这个地方是距离民宿 大概20分钟车程 叫做四巴高地的一个地方 现在走在一条非常长的小径上 等下穿过这条小径 之后应该就可以看到海了 大家要看 后面的无敌海径已经出现了 这个海的颜色真的是超级漂亮的 不愧是花东的海 蓝道像是假的一样 远看过去 海的蓝色有好几层 然后在直接显着的天空 真的超级美的 不过其实在来之前呢 是有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四巴高地的秘境 但实在找不到在哪里 然后刚刚看到了 我现在这边这条 超级小径 路的宽度大概只有一个人的空间 四周全部都是被树环绕的 也不确定是不是 所以就走走看 各位 我好像已经发现 这个秘境点了 穿过这个树林之后呢 超级夸张的 大家看 后面就是一整片的海 然后因为这边的地势比较高 所以是像在俯瞰海一样 从我的视角看出去 很像是有一个自己的私人窗口 然后有着无敌海景 刚刚去完海边 现在来附近的咖啡厅 躲一下太阳 那现在来的咖啡厅呢 叫做电店 里面的桌椅还有家具 全部都是块木的 出来这边有个小庭院老板 就在买台湾的块木 在等咖啡的时候 来跟你们聊一下今天的搭配 首先就是今天的墨镜 那这部墨镜呢 跟昨天戴其实是同一副 但昨天忘记跟你们讲了 它是来自YELLOW PLUS的 像画面上看 你们可能会觉得是全黑的 不过它仔细看的话 是咖啡色的透框 然后配上带一点点墨绿色的镜片 那在手上仔细看的质感 真的是超级好的 那再来是上身的部分 是一件黑色的 来自NHULU的短袖 版型是做得非常宽大的 而且它的材质是配上了 非常轻薄的机能布料 所以超级适合 像在今天这样非常热的天气 跟去海边的时候穿 不过刚刚发生了一点 让我有点小难过的事情 就是去海边的时候 擦了一下防晒 结果呢 我不小心把防晒涂到了我的袖子上 因为它的袖子做得比较宽大 然后有点接近五分袖 在手肘的位置 所以就不小心抹上去了 那防晒涂可能是要丢洗衣机之后才会洗掉的 刚刚是不管怎么擦 都擦不掉 然后今天下身的部分 就穿了SYS新的防晒短裤 那我今天穿的这个颜色是卡西色的 而且因为它的版型 也是走比较宽松的 所以刚刚很适合跟今天一样 比较宽松的T恤来做搭配 再来是今天穿的鞋子 它是一位最近非常狠的角色 就是VANS跟Imminsboro联名的Authentic 不过不要看它 看起来很像是一双普通的黑色VANS 它的鞋面其实是双层的 如果把它的黑色鞋面拆掉的话 底下的图案是变形虫的 不过因为我自己没有特别偏爱变形虫 然后也是比较喜欢简单一点的感觉 所以我就保留了它最原本的样子 那以上就是今天day tour的穿搭 我要进去喝他们家的咖啡了 超管理点了一杯CC0 还没喝 不过外观看起来已经超级有水准了 各位观众 如果有经过花莲 我在这边强烈推荐一定要来一下 它的味道是属于非常有层次的那种 柠檬的酸味跟它的甜度搭配的比例是非常好的 再加上它上面的这个泡沫 超级的绵密 然后我老大给的这杯是蜂蜜美式 也非常清爽 超级适合夏天的 这个是凤梨蛋糕 我刚超级鸡鸭吃 它的蛋糕是热的 然后它冰淇淋上面呢 是有淘一些柠檬皮 所以它清爽的程度又再提升一层 有冷气 有泪好喝的咖啡完美 各位看我身后再去泰銅路上 遇到枫年纪 我从来没有看过现场 我觉得超级震撼的 各位看我身后在去泰銅路上 遇到枫年纪 我从来没有看过现场 我觉得超级震撼的 Day 3 现在时间是3点32分 會以這個時間起床呢 是因為等一下要去 差不多過了一個小時的車程 現在時間是4點53分 人在台東的陸野高台 看人生第一次熱氣球 跟你們分享一下我這次 自備了那些裝備過來 因為看了一下有來過人的攻略 說因為會在這個很斜的草地上 通常是推薦大家要自己自備野餐店 除了呢考慮到舒適度的問題 所以這次我們自己帶了椅子 重點是除了椅子之外呢 我還帶了桌子 桌子之外還帶了一個 夏天必備的風扇 而且有一個很好笑的是 這是在來之前整理裝備的時候 還想說好像還差一張黑色的戰術桌 結果呢就按照照的裝備 可能發現了這張黑色的桌子 我完全忘記我買過這張桌子了 還被我老大臭罵了一頓 連買過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我們也追到 空氣的地步變小 鼓勵增加 我們要跳地球 慢慢的就要立起來囉 5號 Let's ride 距離看 還是超級震撼的 大家有聽到嗎 這個鑽魚廳超級大聲的 看完熱氣床 現在準備先下山吃早餐 今天真的太早期了 各位 這次第二天住台東的這間呢 是叫咖啡公寓 其實是我二訪了 因為上一次來台東玩也是住這一間 那這間我覺得還蠻值得推薦給大家 是因為它的整體的裝潢 是比較偏輕工業風 灰調的牆 然後再加上一些木質料的家具 再加上它又有附早餐 因為它一樓就是咖啡廳 而且它用餐的時間 好像跟營業時間是有錯開的 所以你可以很安靜 舒服的享受早餐的時光 整體的氛圍也是很輕鬆跟舒服的 不過現在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其實是已經我們要準備check out 因為昨天check in的時間很晚 然後今天早上又起一個大早 去看熱氣球 現在差不多已經是要11點 是退房的時間了 現在就要馬上去把我一堆 還沒收的行李趕快收起來 那剛好在收行李 順便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一間SIS的防曬板 過渡旅行的時候會怎麼戴 因為它背面有一個拉鍊口袋 把這個口袋打開 把口袋的內裡拉出來 接下來就是無腦的把所有褲子 都往這個口袋裡面收 因為這個材質本身就帶一點皺感 所以也不用怕拿出來的褲子會太皺 抖一抖就變成原來的樣子了 塞完之後呢 就長這個樣子 非常小一包 可以直接丟進行李袋裡面 推演給你們 這是一個懶人的收納法 那現在再來這邊呢 是台東的一個海濱公園 我覺得來台東除了熱氣球之外 最值得一看就是他們的海 然後因為今天早上 看熱氣球也是沒有遮蔭處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的搭配 就是把我自己包得超預警的 那現在呢 我先去找一個衣影處 然後再來跟你們分享 今天的搭配 好 那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今天第三天的搭配 那就先從今天上身的部分開始 上身我穿的來自FCE的 一件白色T恤 那這件T恤它的設計重點呢 放在了背面 它背面是FCE的LOGO文字 不過上面有著花卉的圖案 我覺得非常帶有夏天的氣息 內大部分是SYS的白色背心 材質一樣也是吸石排汗的 再來是下身的部分 是我的愛褲之一 也就是LK Phoenix 那這件褲子它本身的材質 也是非常的輕薄 很適合旅行的時候攜帶 夏天穿也不會悶熱 在最外面呢 照了SYS這次新出的防曬外套 那跟各位老子說 在我試過防曬外套這個單品之前 我個人覺得夏天穿外套 是一件發瘋的事情 不過在實際試過之後 反而覺得有一個遮擋 多了一層防護 遮擋住的部分 不會被太陽曬得那麼難受 這個算是我自己實際體驗之後 才發現的新大陸 大家不一定要試SYS的防曬外套 可以去很多戶外品牌 像是Leanotte Face Petagonia這些都有出類似的單品 而且再加上台灣 又是比較偏濕熱的天氣 所以防曬外套可以穿的 季節穿是還蠻長的 除了冬天之外 我覺得基本上 春夏秋 三個季節都可以穿 然後再來是今天鞋子的部分 我穿了來自雅舍市的 Keyano 14 這個配色就不用我多說明了吧 最後是今天配件的部分 這頂帽子 大家應該蠻熟悉的 是來自FCE的防曬帽 再來還有一位剛加入的新朋友 來自Garryline的墨鏡 那這副墨鏡 它是透灰的框 然後搭配深灰色的鏡片 整體以灰釣為主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第三天的搭配 我繼續往下一個地方移動了 經過了三個小時的車程 現在人在花蓮的鳳林 現在會特別提供來這邊呢 是因為要來吃一間冰店 叫做三粒冰淇淋 它是一間我從小吃到大的冰店 因為我的媽媽是鳳林人 所以其實每年過年就一定會回來鳳林 所以一年至少會吃一次 不過現在會特別來這邊吃 吃的不只是情懷 是因為這間冰淇淋真的超級好吃 這一大盆呢 總共五球五個口味 才150塊 而且每一球都跟我的拳頭一樣大 然後他們家的冰淇淋的口感 是屬於味道很濃郁 但口感非常綿密 如果有來花蓮 然後有經過鳳林的話 一定要停在這邊冰淇淋 吃一碗再走 是誰 哇 你看 難怪我在錄影 有看到你嗎 哇 難怪很健康喔 看起來很happy 你會講話喔 給大家看一下 我老家外的樹幹上 有一顆鹿角爵 超級無敵巨大 大家看這個鹿角爵有多大顆 只要過年都會回來這邊 小時候會做的蠢事 全部都在這個場上做過 給大家看 我奶奶的秘密菜園 檸檬樹 上面有超級多小顆的檸檬的 這邊是地瓜葉 剛剛看到地瓜葉 現在變成雞排 那我們下次有空再回來看你 好 你要很健康喔 好 不要一直 一直都這樣 好 拜拜 好 拜拜 各位觀眾 一週穿搭Day4 現在人在天母 今天來天母呢 要來看眼鏡 不過不是我自己要買 而是陪我夥伴買 要去一間我的眼鏡愛店 現在身後這一間宜安眼鏡 就是我的眼鏡愛店 那現在就進去逛一波 這一區相信大家已經非常熟悉了 就是MASKA 也就是平常我戴的這副透明框 然後他們呢 現在也有這副框 所以如果對這副眼鏡有興趣的 可以來這邊試戴 給大家看 這邊的TV啊 就有一整桌的 所以如果是對TV有興趣 完全可以來這邊試戴 現在這個小桌上放的眼鏡品牌是叫做 OG Oliver Goldsmith 是來自英國倫敦的眼鏡品牌 然後他們家的框呢 戴起來是比較有氣質 很有英國聲勢的那種味道 那我現在手上這一副 它是叫做 完山正紅的眼鏡品牌 有一種破壞 結構又在重組的感覺 接下來這邊的眼鏡呢 是我今天才認識的新品牌 他們家很酷 是來自1984年的眼鏡品牌 不過他們中間呢 有消失過一陣子 但他們的OG的款式 其實做了造型 超級前衛的 完全不會顯得過時 反而是有一種 Y2K 未來感的感覺 然後新的鏡框 他們的整體的線條感 是超級俐落的 給大家看 他們鏡腳上 還有寫著 Made in Nippon字樣 因為就是要追求 最當初 原汁原味的那種感覺 如果對巴達有興趣的話 可以趕快來 宜安街這邊看一下 因為他們現在剛好在做 全款式的Papa 到27號而已 Maybe影片上的時候 時間已經有點接近了 所以可以趕快過來看 各位 現在帶著這一隻呢 它側邊的鏡架 都是太金屬的 所以超級超級輕的 似乎有點危險 現在已經不是 出事的問題了 因為已經出事了 是選擇障礙的問題 大家覺得戴這一副比較好看 而是 這一副比較好看 剛剛逛得太開心 天已經快要黑了 趕緊來跟你們說一下 今天的搭配 上身穿的這件T恤是來自 Nautica 因為我今天穿的短褲呢 是一件來自 New Balance的海軍短褲 它的顏色是深藍色的 然後上面有著 銀色Navy的字樣 然後穿這件T恤 它剛好是灰色 然後搭配了 胸前深藍色的 Nautica logo文字 今天穿的鞋 則是1906R 而這雙它的配色 記憶體是銀色 配上了黑色 以及藍色 來做細節的點綴 然後今天戴的帽子 則是來自 小狐狸的 深藍色五分割帽 所以今天整體 就是走一個 灰色 以及深藍色的組合 這就是我今天背的小包 是來自 Lenaut Face 它有一個設計巧思 我覺得非常的貼心 就是它的背帶插扣 有兩個 如果把插扣扣在 下面這個 再穿比較寬鬆T恤的時候 腋下就不會卡卡的 看起來比較俐落之外 活動起來 也比較舒服 在我今天整體都是走 灰色藍色的路線下 這個比較花俏包 就可以當作 整體穿搭的一個小亮點 好 那這就是 今天的搭配 然後雖然今天沒有棒球比賽 但是剛剛看了一下 身上這件T恤 再看看 你看我身後的這個背景 超級像是來看棒球的 各位觀眾 今天是 伊豆春搭的 Day5 現在正在錄影的這台相機 是我舊的相機 因為天才如我 昨天逛了眼睛店之後 去高島屋吃一個飯 吃完飯之後 又去了 天母的Snowpee 逛了一下 那時候已經沒有在拍攝了 所以我就把我的相機 收進我的相機包裡面 結果我就好像把相機包 放在Snowpee的店裡面了 而且 目前這台只是猜測 然後現在他們剛開店 所以我現在趕快打電話 去店裡問一下 我的包是不是在店裡 不過 沒有的話 我可能會修更一陣子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昨天是不是有忘記一個包在店裡 OKOK好 謝謝謝謝 YES 終於 鬆一口氣了 昨天晚上真的可以說是 超級忐忑的 完全睡不著覺 好 所以呢 現在要準備再換裝 然後 再次的 出發天母 好的各位 又來到了 天母了 那現在第一件是 100%就是要先去取我的相機 到Snow Peak了 不好意思我還拿那個相機 感謝感謝 超緊張的一個晚上睡不著 那各位觀眾 既然我都再來第二次了 那還跟你們分享一個消息 就是他們的店內 現在剛好在做Summer Sale 折數甚至有五折的 而且不只是人穿的衣服 連寵物的也有 有看到這支影片的 可以趕快來逛一下 然後昨天就是為了逛衣服 就把相機包放在這個位置 一開始就完全忘記它的存在了 這次不會忘記你了 掰掰 謝謝 掰掰 相機back 雖然已經安全拿回來了 不過想想是真的還好 昨天是比較晚一點點逛 沒有太多的客人 然後非常感謝甜母店Snow Peak 幫我把相機好好的保管起來 那因為我等等還有一個會要開 而且現在已經快要遲到了 所以請讓我去開個會 晚一點點再來跟你們分享 今天的搭配 拿完相機開完會 最後一點點休閒時間來喝個咖啡 今天這麼奔波 非常值得來杯奶油冰滴吧 那因為現在天色已經快要暗下來了 所以趕緊來跟你們分享下今天的搭配 那我今天的搭配呢 是從鞋子來做出發 那這雙就是來自SALAMON的Speedverse PRG 那因為這雙鞋呢 它是由黑灰白三個結色組成 所以我在襪子的部分 選擇了一雙突然還是黑白配色 但是設計感比較強烈一點的襪子 它是前陣子Wiston跟Nazel Chris合作推出的襪款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左右腳是做不對稱的設計 再來是上身的部分 內搭的背心是SYS的白色背心 然後外面套上這件白色T恤 它是來自WP的39 它下白處還有做了鬆緊的調節身 下身的部分我穿了來自United Arrows的綠色短褲 最後是今天配件的部分 我帶了一點來自國家地理的五分隔帽 它的帽子就是用上了很戶外感的那種抗撕裂布料 然後在反面這邊 還有一個非常小的黃框LOGO 我覺得超級可愛的 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一週穿搭最後一天的搭配 那我想要好好把這杯咖啡享受完 那我們就下集見 掰掰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